大家好 今天是4月29号 美国众院通过了一项习近平轴行法案 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将对习共非常的不利 因为这个法案他没有说中国 比如说90年代美国也通过了这个邪恶轴行法案 当时定的是伊朗伊拉克朝鲜 直接就把他们定为邪恶轴行国 那么这次只是把习近平定为了一个邪恶轴行 所以这个法案公布以后 将对国际间的政治形势产生一个较大的影响 我想大多数观众跟江太公一样 听到轴行两个字的时候 就想到二战时候的这个同盟国跟轴行国 那么轴行国就是以希特勒为首的 德一日为轴行的邪恶国家联盟 那么这次专门给习近平出了一个邪恶轴行法 那么它的意义在哪呢 我看了几篇外媒的报道 我认为美国之音的这篇稿子写的比较全面 那么我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这篇稿子 这个稿件的题目是 点名习近平美众议院通过法案 调查中国是否帮助俄逃避制裁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 4月27日通过法案 要求国务院针对中国是否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 提交评估报告 并定期进行更新 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待审议 有议员表示 中国在这场俄乌战争中 应对的态度已经表明他们 可悲地放弃了自己宣称的负责任大国角色 众议院星期三傍晚以394票赞成 三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 通过了由共和党人提出的 关于评估习近平如何干预和防案 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 其英文简称为轴刑法 这项以习近平为名的轴刑法 将要求国务院在法案生效后30天内 向国会提交非机密的评估报告 说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 中国是否给俄罗斯提供任何援助 或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 法案还要求国务院在提交报告后 必须每90天对内容进行更新 中国共产党和加入克林姆林宫的 威权寡头间的邪恶联盟 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构成了严重威胁 并助长了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 提出法案的肯塔基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巴尔星期三在众议员发言说 我们需要一份关于俄罗斯和中国合作情况的完整报告 让公众了解 也帮助立法者得以开始为美国克服地缘政治挑战进行定位 现在是美国直面对抗这个新邪恶轴心的时候了 巴尔说道 巴尔曾在这个月初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有关这项法案的审议会议上直言 美国有合理依据相信中国正在对俄罗斯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持 这项法案将揭露中国是否在破坏美国及国际社会试图结束俄罗斯危机的努力 法案提到俄罗斯与中国近年来多次强调两国将发展战略合作和商边关系 法案写道在与习近平3月18日的通话中拜登总统表示如果中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和平民发动残忍袭击时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将会有影响和后果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乌克兰展开入侵行动前曾在2月初造访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并发表联合声明宣誓两国伙伴关系没有上线 在俄罗斯正式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后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3月表示 中俄是彼此最重要的紧密邻邦和战略伙伴 中俄关系为世界上最关键的双边关系之一 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已超过两个月 尽管国际社会批评声浪不断 多国相继祭出联合或单独的制裁措施 但中国尚未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军事入侵行动 国文会两党预言纷纷对中国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菲利普斯 在星期三院会发言时批评中国对俄罗斯行为的回应 等于自我放弃了一位身位负责任大国的地位 自入侵开始以来 中国从未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动 也没有谴责俄罗斯的人权暴行 菲利普斯众议员说 尽管中国一直试图与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选择保持距离 但面对这场暴力冲突 中国最多也只能保持中立 这表明了中国可悲的放弃了自己宣称的负责任的大国角色 更糟糕的是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中国正在与俄罗斯更紧密的结盟 菲利普斯进一步谴责北京当局 在这起军事冲突中协助普京散布假消息 他说中国还选择了进行虚假信息运动 在国内外散播有关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有害言论 中国正帮助推动俄罗斯的战争宣传 呼应俄罗斯入侵的荒谬理由 甚至指责美国造成的俄罗斯单方面的行为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 联署了这项法案 迈克尔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 对法案通过众议院表示赞扬 中国共产党已经表明了 他们不愿意或者无法在这场 俄罗斯无端对乌克兰发起的攻击行为中 作为一个有建设性的伙伴 迈克尔说 他称这部法案将有助于让美国民众了解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合作的程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 在众议院外委会一场有关2023财政年度 国务院预算的听证会上回答巴尔提问时承诺 如果法案生效 将全力配合法案的要求 针对中国是否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协助进行调查 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候审议 在获得两院通过后 法案才能提交到白宫 由总统签署惩罚 谈到中国和俄罗斯 我不信任空泛的言语 我要确认作为法案连署人的菲利普斯说 这项法案将帮助国会和美国人了解 如果有的话 中国是如何支持俄罗斯 及其对乌克兰无端发起的 不正义的 不合法的入侵行动 对国会和世界来说 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国是否在对乌克兰人民的严重暴行和战争最终泛有同毛 菲利普斯说 这一篇呢 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交代的已经比较清楚了 大家可以从这篇文章里头体会一下啊 一旦把习近平定为这个邪恶周星以后呀 这个习近平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同时呢 我们从这篇文章里能看到啊 就是国内的那种战狼言论呀 也是把习近平呢 顶到了风口浪尖 就是很多人对俄罗斯的这种入侵行为呢 拍手叫好 给俄罗斯的入侵呢 找理由 甚至说呢 我们要帮助俄罗斯 还有人说呢 我们要出兵俄罗斯 等等吧 就是你的这些言论 都是组成这个法案的重要的依据 所以国内的那些五毛粉红战狼啊 特别像胡锡进这样的大V 动不动就说要造一千美核弹 那么这种言论 最终将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反感 这一次通过这个习近平周星法案 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不要以为你为所欲为呀 你这样破坏人类秩序 破坏世界和平 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应有的行为嘛 那么如果两院都通过了这个法案以后呢 我相信呢将会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呢 针对习近平 甚至是针对中共 所以说这些独裁者呀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可以肆意妄为 当你的这种行动 已经严重侵犯别国利益的时候 总有人出来跟你叫板的 那么这个法案呢 就是一个开始 那么这期新闻分享呢 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